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表明意大利能够凭借其F35A飞行中队在欧洲持领先的优势 同时这也推进了六代战机的研制 这其中尤其是英法等这几个老牌的工业强国 此前在四代机的研制完成之后 可以说欧洲多国在美国的忽悠下放弃了对于五代战机的研制 转而去购买由美国为主研制的F35系列英雄战机 因此对于未来的六代战机定是不遗余力 在这些国家当中 某些国家连四代战机都还没吃透 就开始折腾六代战机了 尤其是英国 在六代战机的项目上可以说是已经失了制 不惜血本也要去研制六代战机 除了英国之外 欧洲各国也都有所行动 欧洲这些国家预计在2040年左右 自主生产六代战机 与此同时 中美两国已在研制六代战机 就看未来制风权究竟花落谁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高级技术专家奥斯本表示 美国的六代战机将会把许多现代化的新鲜技术考虑在内 并且在每架六代战机上都装有大量的智能传感器 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 可以说这就是美国人所爆出的惊人可能性 极大可能改变未来空战的格局